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挣扎在温饱线上的普通人 李佳琪是做桂园起家的 但是在吃尽时代的红利之后 他却转过身 嘲笑起了当年的自己 很多粉丝大概没想到 自己花钱捧起来的身 到头来却成了嫌弃自己太穷的那个人 一 何不食肉糜 昔日晋慧帝听说 民间有人因为吃不上饭而饿死 惊讶地说 百姓为什么不去喝肉粥呢 养尊处优的晋慧帝 全然脱离了普通人的生活 他已经彻底无法理解底层人的苦难 李佳琪也是如此 根据格隆会数据显示 2021年 李佳琪的年度净收入超18亿 平均日薪是508万 在中国 很多打工人的日薪甚至没有508块 对于那些外卖员 网约车司机 他们一天跑十几个小时 只能赚200多块 工地上顶着高温辛苦劳作的农民工 一天也就一两百块 对普通白领来说 79元是三四天的午餐 对于家庭来说 79是一周的蔬菜 但是对李佳琪而言 79元是一个完全不需要值得考虑的问题 太过优渥的生活 已经让他们失去了和打工人最基本的共情能力 以至于闹出如今嘲讽衣食父母的惊人之举 这样的事情并不是少数 明星张雨琪直播带货 说自己卖的699羊毛被便宜 699都不够自己一双袜子钱 言语之间 禁食不屑 苏芒在某节目里说 一天650元的伙食费不够 自己要吃好一点 而对很多人来说 650元是一个月的生活费 还记得南昌那个生病也要拼命赶公交的女子吗 一路磕磕绊绊 摔倒了继续爬起来赶 上车之后 一脸疲惫 还时不时流泪哭泣 最后才知道她生病了 但是不敢请假 因为怕扣掉300块的全勤奖 她家并不贫苦 也不是遇到了什么困难 只是300块 对普通家庭来说 不是一笔小钱 还记得那个挺着大肚子去挤地铁的孕妇吗 很多人说 就算买不起车 打车很贵嘛 可是你知道吗 打一次车骑马四五十 一天往返就是一百块 普通人薪资是七千块 一个月下来 钱大半给了出租车司机 李佳琪之所以能火 是因为她之前真的很用心 在为普通人省钱 她会拉起小黑板 仔细计算折扣 不让粉丝多花一分冤枉钱 她会告诉你理性消费 不要透支自己的钱包 她会告诉你性价比 让你选到便宜又好用的产品 但是随着财富暴涨 她终究无法和普通人共情了 她甚至说 现在的我根本不需要出来工作 是你想让我多陪你们一会儿 我才坐在这里的 在她眼里身为亿万富翁的她 还在叫买七十九的产品 已经是一种对粉丝的恩赐了 三体里有一句话 弱小和无知不是生存的障碍 傲慢才是 钱最能鉴别一个人的品质和橙色 贫穷和无知固然不幸 但由财富增长而滋生出傲慢 却是更大的可悲 当一个人被金钱冲昏头脑 看不起自己的来处 人生的路也就走绝了 二 精英的傲慢 之前网上流传着一张 威亚和李佳琪的照片 彼时 两个人还在狭小的直播间里 用尽全力为自己博一个未来 他们和很多普通打工人一样 加班 熬夜 转着微薄的薪水 李佳琪的助手傅旁说 第一次直播的时候 直播间只有79个人 直播间只有助手傅旁在说话 但是直播带火 突然成了时代的风口 李佳琪被命运之神典中 称为时代的幸运 直播间人数从几十几百迅速破万 那个青色的桂圆 扶摇纸上 成了亿万人主目的大主播 他说 自己一年365天 播了389场 一次直播的时候 他在嘴巴上 湿了380支口红 湿到最后 嘴巴没有知觉 吃饭的时候 才觉得火辣辣的疼 他自己忙到没有假期 生病发烧 也坚持直播 他从一个草根 建立起一个庞大的财富帝国 但是 当一个人把自己的成就 完全归咎于个人的努力 他就会变得傲慢 桑德尔在 精英的傲慢中讲 精英阶层的傲慢 反映了成功人士倾向于 过度沉醉在自己的成功中 而不济的 有助于他们成功的时机和好运 那些登上顶峰的人 自明得意地相信他们的成功 是自己应得的报酬 而那些居于底层的人士 咎由自取 他们觉得这一切 都是靠自己拼搏得来的 他们配拥有这一气 所以就瞧不起那些失败的人 2020年 罗翔爆红全网 他却始终低调谦逊 别人问他成名的秘诀 他说 面对人生的特殊节点 我只能归结于命运 在命运面前 努力重要 却也没有那么重要 刘德华说 命中什么最重要 天赋 努力 运气 我还是觉得运气更重要 很多人有更好的演技 也更努力 但是他们却没有自己那个运气 很多时候 突然一下子赚了很多钱 不是自己多努力 而是运气到了 那些非常努力的日子 反而收获平平 但是李佳琪说 你们没涨薪水 是不是工作不够努力 那个超负荷工作 最后晕倒的外卖员 不够努力吗 那个打着两份工 最后站着睡着摔倒的打工人 不努力吗 去凌晨的大厂 看看通宵达旦的打工人 是他们不够努力吗 时代的洪流里 每个普通人都在和生活一命相搏 却只换来一句 你还不够努力 你可以在岸上悠闲潇洒 但是请不要瞧不起那些 还在生活的泥水里挣扎的人 和菜头讲过一个段子 一只苍蝇飞上了高铁 他随着高铁一起前行 他夸耀自己飞行的速度是 205千米每小时 但是当列车停下 他才看清 自己其实只有5000米每小时 很多主播也是一天不落地直播 一天拨十个小时 他们其实和李佳琪一样拼命 只是没有他的运气 没有搭上列车而已 使来天地皆同利 运取英雄不自由 一个人懂得这一点 才能真正懂得谦卑 才能真正把别人视为和自己一样的人 小说了不起的该词比 开头有这样一段话 在我年纪更轻 见识更浅时 父亲曾给我一个忠告 他至今仍在我脑海萦绕 每当你要批评别人 你要记住 世上不是每个人都有你这么好的条件 有人出生在罗马 有人命运被垂青 但是更多的是在红尘中摸爬滚打的普通人 多少人拼尽全力 却始终没有回报 多少人仅仅只是活着 就已经竭尽全力 不是所有人都能在下雨的时候 有一个可以遮风挡雨的屋檐 不要站在屋檐下 嘲笑那些没有散的人 这是一个人最基本的谦虚与善良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在这里 你永远不会孤单 你永远不会孤单 有一个人 是一样的 你永远不会孤单